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当他把手臂从瓶子中拿出来 我们可以看到 放入瓶子中的手臂和正常手臂在颜色上有着很大的区别 手臂的中间出现了一些发紫的情况 老外把手臂拿出来了好久 手臂才恢复原来的颜色 即使是颜色恢复了 中间还有很长的一条出现了亲自的痕迹 不得不说 真空环境对人体的伤害还是蛮大的 整个实验全体来说还是比较危险的 万一下手没个轻重 整条胳膊缺绝已经坏死了怎么办 真的是要佩服老外的实验精神呀 好了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 想看很多精彩的内容吗 还在等什么 赶快关注我们吧